报导报导 报导报导 我来报告 我是报告文人 借文吉 台湾的现任的所谓的驻日代表 一位谢长廷先生 自行求官 他现在民进党还没垮台 然后蔡英文还没下台 可是他现在高居所谓的驻日代表 坐领高薪 那么他的驻日代表 台湾各界给他的 这个称呼 也叫驻日代表 不过不是驻在的驻 而是什么 帮助的驻 人家说 他虽然台湾拍到日本的 可是他是代表日本 而且代表日本 来怎么样 来欺负台湾的 所以他就叫帮助日本的代表 不是帮台湾争取利益 他是帮日本来欺负台湾的代表 那么他最近又闹一个大笑话 他传出来说 他自己设立的一个基金会 叫新文化基金会 他叫自己设立的新文化基金会 推荐自己担任什么样 担任2023年的大寡官 因为照台湾现行的这个规定 2023年 司法机关大法官 有一个提名审见小组 那么已经刚开始接受各界的推荐 谢长廷 现在坐着驻日代表 好好的 不安心工作 吃在嘴里 看在眼里 已经在想他的下一步 他想要去争取这个大法官 所以叫他自己的文化基金会 推荐自己 去来担任大法官 这个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的极大的反感 轩然大波 那民进党内部呢 也纷纷出来批评 说这个你现在 不把事情好好做 事情做得一塌糊涂 还没把这个工作做完 就已经想到下一个工作 这种社会观感会非常的差 所以不仅是台湾的社会各界 那么民进党本身 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所以呢 这件事情在台湾社会 真的是 大家真的开了眼界 这个什么叫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谢长廷这个做法就是标准的 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就是什么 一切为了自己的权跟利 什么爱台湾 什么情政 什么爱乡土 通通是假的 真的就是什么 个人的荣华富贵 升官发财 所以短短的六年多之间 台湾的政治风气 是一片漆黑 现在台湾老百姓 一提到这个民进党就说 黑金政权 黑金政党 什么钱都敢要 什么官都敢抢 也就是说 谢长廷这个做法就是 民进党这个党的一个根性 争权绝不落人后 夺利是人人怎么样 不落人后 所以呢 我想从这一次的谢长廷 自己 官 现任的官还没做完 就为自己的下一步找出路 而且呢 还大言不惭的说 我自己的资格都符合 为什么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替自己 争取官职 你拜托 台湾的这个大法官会议 大法官是要足够的资格 跟条件的 基本上不是大学的这个 知名的法学教授 就是曾经在司法界 长期工作 甚至在大学里面 教授相关政治 法律 宪法相关 这些学科 受社会普遍认可的这些学者 请问 这些条件 谢长廷哪一点具备 完全没有 他就是一个民进党的政客 他进去 第一个 专业没有专业 经验没有经验 他进去以后 在重要的案件里面 他只会怎么样 替民进党包屁 替民进党什么 掩护 替民进党什么 脱罪 所以这种人 真的不晓得自己 不能自残行贿 还要去争取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他真的当了大傻官以后 这大法官 我想大法官会议 那个功能不能够正常行使 就跟今天的监察院一样 为的二 不会小于成局出任 监察院院长为的二 而且呢 为什么他要想下一步 因为台湾的大法官 事实上是什么 是由任期保护的 他这次如果得到 他可以干八年 也就是说 你即使政权轮替的话 他基本上 他这个大法官还可以继续干 如果明年初 民进党通通 肃倒胡顺善的时候 他现在呢 他如果得到了大法官的位置 他还可以继续吃香喝辣八年 所以啊 这些人一天到晚说爱台湾 一天到晚为台湾人打拼 你相信吗 他爱他自己 他爱他的是钱 他为他自己的前途打拼 为自己的官位打拼 其他的讲法 其他的说法 都是骗人的 所以呢 我觉得谢唐廷这一次 自行争取大法官提名的这件事情 真的 把民进党的真面目 再一次毫不保留的暴露在台湾老百姓 世界人民的眼中